美營中党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正式啟動了全國車隊掃街 首站就從新莊出發 一共11天 跟副手吳欣營 兵分兩路分進合集 而第一天車掃路上 更碰到了國民黨新莊區 立委候選人蔣新莊 帶著支持者在路邊加油打氣 全國車掃正式啟動 柯文哲路上確鑫遇到 國民黨候選人來打氣 藍營新莊立委候選人蔣新莊 帶著支持者就在侯康佩 看板下大喊柯文哲加油 但對手侯友宜把車隊 防彈玻璃降低貼近民眾 柯文哲才開酸 沒想到車掃到一半 柯文哲突然下車 將兩側防彈玻璃拆下 正面降低 柯P只好在路旁和粉絲合照等待 像玻璃是要貼近民眾嗎 問過專業 玻璃環光太厲害了 傳統媒體絕對不利的狀態下來 述助一個更草根性的活動 來激起支持者的熱情 柯文哲預計 從北到南十一天大車掃 副手無心營 從南到北兩人分進合集 只是侯友宜透過專訪再喊話 去年11月和柯文哲簽的藍白河 六點協議一定算數 要推聯合政府讓柯文哲滿頭問號 朱立倫不是說兼僻親爺嗎 火油又跑出來講這種話 國民黨裡面公公婆婆實在太多了 到底是誰在決定 你跟國民黨還有得談嗎 沒得談的 要談什麼 我已經是中共支持的人 要談什麼 再向藍營到底誰 當家做主 白色力量 順防對手 操作棄保 要走自己的第三條路線 借從楊林明洪 新北市報導